如果你把这个问题纠正了 你会发现 突然滑起来变得好稳 哈喽 我们又见面了 很多小伙伴问我 滑行的时候 它总是滑不稳 就是突然间有个小雪包 它就会被这个雪包颠飞 或者说 在换任过程中 它总是有种 四摔非摔打太极的感觉 好 来 今天我来教大家 如何让你的滑行变得更稳定 OK 好 现在我来做个错试饭 很多人错试饭 打太极的动作 本来你是可以能稳定住 你的滑行状态的 但是由于你的上身 总是爱打些太极 你本来很稳的滑行 就变得不稳了 看 好 滑行 手随便一晃 来看 下面一台 散架子的小面包车 马上就要散架了 马上你就要摔了 OK吧 大家能看出来吧 其实如果把你的胳膊 主要是你的胳膊控制住了 你的滑行会变得很稳 来 我给大家做一个正确的示范 将你的双手 将你的双手控制住 如果大家感觉控制不住的 稍稍钻点拳 放在这就好 不要让它乱晃 你一定要锁死 做到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 好 大家看一下我的上身 好 开始滑行 看一下 来 不要动 看 上身不要动 无论脚底下怎么动 看 无论脚底下怎么动 上身都不要动 你会感觉滑起来很稳定 看 无论脚底下怎么动 上身都不要动 看 看 看 OK 你会感觉你滑得特别稳 所以说呢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纠正了 你会发现 突然滑起来变得好稳 所以 如果有什么问题 记得点赞加关注 随时告诉我 拜拜 拜拜